好了啊 你怎么来了 你整整消失了三十分钟 我以为你被人绑架了 我又没有钱 刚打职业三个月 就被扣了三个月工资 资产是负数 我有钱 要是绑架你跟我要钱怎么办 要五百万我也得给 刚才小鬼谁啊 一个小粉丝 说什么了 要签名 他说他还想打职业 不过职业道路被老妈干口 问你个问题 我试用期过了吗 他还想打过来 知名的 就不过了 他还是想要去 他是屁卖的 谁有的 他算是 他就没人 我就是喝个酸奶六块瓣 为什么让我毫无心理准备的状况 能吃点殖民 你们有事吗 我只是个模仿的 碰子而已 怎么 要灭口啊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问的 你俩这样多久了 有一段时间了 你先打破纯纯的革命优异的 那谁先打破纯纯的革命优异的 我 我 我威胁他 如果不乖乖就范 我就把他猫给扔了 所以他就乖乖就范了 我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你们这样不对啊 你们这样不对啊 队里就这么一个姑娘 我们哄着护着捧着 队长你身为队长背着我们一言不合就自己先拱了 啊 我不先拱那还留着给你们拱吗 你 我是队长 不是雷锋 还有你童谣 说好的好好打职业 不跟电竞职业选手谈恋爱 职业选手全都渣男呢 你就这么打自己脸啊 队长又不是简阳 他不会骗人 平时就看看比赛视频打转什么的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空气中散发着迷人的狗粮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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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咋对上眼呢 不知道 就骂着骂着骂出味道了呗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听说过没 嗯 点起脚在超市藏水的时候特别可爱 打游戏的时候特别可爱 被阿泰的玉藻前打败了 一个人坐在位置上哭了一晚上 冰淇淋了一晚上试神的时候 可爱 赢了比赛 不知天高地厚 而且没礼貌地对着央身说三 不散话的时候可爱 搜罗赛里赢了我的时候 嚣张的样子更可爱 我就随便问问 我还能再说好多条 你留着去教堂跟你们的主婚人说吧 嗯 你不想听吗 最后一个问题 你俩 到哪一步了 只有你看到那样没有其他的了 你还想问什么 全都告诉你了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你俩让我安静会儿 去去去 你们先走 走得远远的 对对了 我那个喷雾用完了 我又去买喷雾了 不行 以后你想要什么直接跟我说 我去帮你们 我给你当了两年的辅助 你连支洗面奶都没给我买 明天早上不吃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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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不吃到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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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维要路完之后 咱们去哪儿玩啊 你想去哪儿啊 去吃好吃的吧 好啊 小姐姐 你们今天晚上 怎么睡啊 怎么了 你在干吗 我刚做完面膜 明天还要早起呢 好困啊 我觉得我随时都可能睡着 门锁好啊 门口放一把凳子 关门 防贼还是防你啊 防我 好了先不说了 我先挂了 拜拜 我的私生活啊 都被你们的狗粮填满了 我还是吃我的祝福 你有完没完 想起来啊 今天在酒店大堂 惊动胖爷少女心的一幕 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只好拿你撒撒气 我拿童谣当队友 你却想犯罪 诚哥 童谣很好啊 你看看杨神 看看阿光 看看李恒硕 各个都是向咱们家中的 打比赛要不是为了赢 他们估计都不会来干个 你要是有什么渣男情节 OPL十二支队伍的大爷 一半就住在咱们下落 你害了自己不要紧 别忘了下落还有个萌萌的我 一尸两命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 诚哥 诚哥 你的竞争对手还是蛮多的 不要觉得自己是男神就老端着 没端着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想告诉全世界 阵后位有人 可他不让 为啥不让 开始我也觉得不说好 怕影响他比赛 可后来我发现 他的实力已经得到了认可 现在谁要再跳出来说 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 那就是打自己的脸 小祖三目前全获胜记录了 说明童谣已经完美地 升任了我们中单的职位 并且跟上了我们的节奏 结果正在我琢磨 怎么把这件事情 说出来的时候 隔壁站队 艾佳和青阳又出了事情 还闹得很大 闹得我粉丝 也跟着去竞圈养殖场凑热闹 还被他看见了 他现在老觉得 我要是宣布跟他在一起 就没粉丝了 小姑娘嘛 就爱瞎想 新洗面奶好用吗 好用 洗面奶你也嫉妒 你个杜不淑 人家还不是替你送的我 我